台湾新北市最近接连发生三起枪击案 11天内共开69枪 新北市警方初步追查原因 为岛内黑帮纠纷所致 枪击案使得岛内黑枪泛滥 社会治安不佳的话题再次浮上水面 据台媒报道 新北市一家当铺20号被17岁少年枪手扫射51枪 该当铺在枪击案发生10天前也曾遭人枪击 再加上19号发生的飞车枪击案 新北市11天内接连发生三起枪击案 开了69枪 警方侦查后所定为岛内黑帮红人会 与华山帮的纠纷引起 不排除与分赃不均有关 报道称 此案画面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台关注 也让岛内警政高层极为重视 新北市卢州区警分局近日倒破多个黑帮据点 疑似教唆少年枪手的幕后指使者已经逃往东南亚 目前其行踪已被台当局警政部门通过国际合作掌握 台警方表示将持续清查追查枪击案 幕后所有关系人与帮派金主彻底清剿 由于民进党当局源头管理不力 台湾近年来黑枪泛滥 枪击案频发 去年11月10号凌晨 台南市雪甲区发生震惊全岛的88发子弹枪击案 由于当时正值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期间 时机敏感 不只成为选战焦点 讨论热度至今威胁 此外 台湾黑道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剪不断 民进党上台以来更是越理越乱 全台仅2021年就出现枪击案100多起 2022年岛内不仅枪击案 诈骗案创历年最高 还发生杀警 台版柬埔寨案等 警戒高层也被爆出与黑道分子 在豪宅招待所密会等一连串丑闻 闻开完